我已经把妈妈关到这儿了 姑姑叫妈妈叫爷爷 宝宝 乖 乖 不哭 不哭啊 那姑姑问你 爸爸去哪儿了 是爸爸带我来的 后来他就不见了 不见了 行了 赶紧走吧 晶晶 你听话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 等了姑姑 姑姑一定会想办法过来救你的 好不好 好 乖啊 知道吗 赶紧走了 赶紧走了 快点 乖啊 乖 乖 等着姑姑啊 老爷 你别这样 你这样会把我吓坏的 晚晚没想到 乖 乖 竟然是共党分子 我们家的内鬼 我们像傻子一样被蒙在了鼓里 你说共产党他哪儿来的那么大茉莉啊 把我一个警备司令的女儿 都给吃话了 你别想那么多了 管他什么党呢 你就想着 萱萱是你的女儿 她是罗家唯一的后代 想这些就好了 起来 起来 你快起来把学生带回来嘛 你以为我不想啊 可是我现在说话不算数了 在乌都这个地方 你说的不算谁说的算呢 今非昔米 我头上有紧箍咒了 你说的是姜屯 那个姜屯像幽灵似的 时有时无的 你怕他干嘛呀 你呀 就知道吃斋念佛 我告诉你吧 姜屯他掐着我的命门 勒着我的喉咙 随时都可能拔我的皮拔掉 那你女儿不管呢 你就不管女儿了 我告诉你啊 学学要有什么三成 女儿 都想拔我